对于传统媒体的那个冲击 反而电台的冲击是最小的 就是你可以看到报章啊 电视啊 报份跌 电视的那个观看率跌 偏偏电台的这个收听率一直保持着 甚至我可以说是在增长 很强的在增长 为什么这样子说呢 第一 我们塞车的情况还算蛮严重 所以是维持着这个收听电台的这个习惯是第一 第二 人现在好像在阅读文字方面越来越懒 所以他们要听跟看就好了 如果你选择视频的话 意思是说你要完全几乎接近90到100%停止你原本其他的工作 专注再看完 但是你听还有一个好处 第一 我懒得阅读 第二 容易消化听得进去 第三 我可以做家务 我可以煮饭 我会加车 同时在做某一些事情的时候你还可以吸收 所以这个为什么是声音电台还是受欢迎的这个缘故 其实电台也在转型着啊 电台还可以把它的内容转去podcast 现在有好几个电台 我们的电台也在做这 有用的内容把它简直出来放podcast 那podcast any time他又可以回来听 这些都是还可以卖广告的 我觉得不行 少 我觉得也不一定会少耶 如果你真的说说招人的话 还是我觉得有一大批人会来 可能相比以前 哇 极限人全部要涌着来 因为你现在多了选择 网红不需要interview 不需要经过你筛选 我自己决定 我要做 我自己聘请自己 现在就开台 无论你是网红也好 你是广播员也好 任何东西也好 有一个东西是不变的 就是你个人的定位是什么 现在我知道有些网红很年轻 有一批很年轻的人陪着你 但是他们会成长 他们有一天会开始成熟 踏入社会的时候 他开始说 我还要追求嘻哈哈吗 那你的价值可能就会受影响 所以广播员也好 做网红也好 我觉得他要抓紧他的定位 他是一个什么人 他专讲什么东西的 比如说谈金融 谈会计的 那个反而还有他很强的定位 就是最看你这个单元的时候 就是我为了某一些咨询 而且是懒人包咨询 我又不用自己读 你又准备给我简化了 我跟着这样子我就明白了 其实心境低缺少我觉得首先是因为电台没有真正的要找 第一没有太需要 或者第二他觉得培养性能太慢了 他直接挖新人 划旧人找旧人快很多 因为你找新人你还要培养 bill他的fanbase 要人家熟悉很长时间 哎呀我又为什么没有钱 花多有钱挂你过来 快很多嘛 那么多个台始终要有人开始给新人 但是我觉得几个台都有那种心态 哇新人哦冒险 因为你把新人放在一个节目的时候 他担心他的收听率会跌一点 我们的收听率正在讲过百万 每一个节目时段都几百千几百千 新人怕跌一个一百千 整体就少了一百千 谁要冒这个险 是不是真的是看哪里流 我从哪里找回来快一点那种心态 因为培养新人是很face 988是培养很多新人的 我们好像是低阶供应台那样的 310109 5155 5194 7156 5155 6155 7155 7156 7156 7156 7166 7166 7167 8166 8167 9179 11816 8167